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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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金庸的顾湘海宁 仿佛身上多了几分少侠气息 没想到如此的乡村里面 还有一个这么现代化的文化中心 大家请看 金庸你好 我是金库的小徐 你好 小徐你好 我是马乔村社寺 你好谢谢你 我看这儿文化中心这么大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这个是我们马乔村的中和服务中心 主要是用于我们的一战式服务办理 和村民的修险遗落 这一块呢 我们总共是三千零七十二个平方 重大 主要呢 这里呢 是底楼是一战式服务中心 二楼上呢 是我们村长数据社 跟一个无产生活幸福马乔的党籍主题展馆 三楼上呢 是我们马乔村的一个舞蹈的排列室和乒乓室 那这么大这么多设施 那其实电力方面的费用也蛮大的吧 那肯定的了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电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今年立了一个项目 就是装了一个98万多的一个光伏的太阳能 从过村民大会之后 表决通过之后呢 我们已经在上面装了光伏 是吗 这样呢 就能源又环保 又为我们呢 省寄生了一笔电 大量一笔电费 那么我们外面的灯光呢 都是用太阳能的 这样的话呢 电费就不用省了 而且老百姓每天来的话 晚上都是很亮很通明的 我们省下了一大笔的电啊 那你看我这边手机上 现在下载了一个揽键啊 哇 好方便啊 对对对 我们马乔村现在 每天的用电量 我都能查得到的啊 那这样一个揽键下去之后 我点我点击灯下去之后 那你看我马上跳出来了啊 我们现在的日用电量是11.9 总用电量是52102 这样的话老百姓要来查 哎呦我们每天量多少 所以这个呢 既环保又能量啊 又省了 那只是发电效果还蛮不错的 对吧 对对对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当时是怎么想到 装一个这种光伏的发电系统呢 因为早几年呢 夏天的是一到夏天 一到冬天的时候呢 都停电 卸电 那么我们都很苦闷的 老百姓好多的冰箱里呢 都凑掉了 我们又要发紧急通知啊 那么晚上呢 拖来之间呢 也要控制电量 那么这几年通过那个光伏发电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贯彻到老百姓手中 那么苦意我们马乔村呢 都是自然成章 没有成章节制点 那么没法装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厂区的 我们称委会的 有平顶的能装光伏的 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啊 那么这几年呢 特别是那个金客的这个品牌啊 是吧 嗯 好多老百姓都觉得就在我们身边 那么金客的品牌也想 哎那在在村里面呢 一个这种光伏的认知度 其实它水蛮高的就是啊 一个呢 老百姓以前用电了 一度电要要要五毛多 要七毛多 你现在用光伏用电了之后 我不要花钱 不要掏钱了之后 又所以现在家里都是电饭包 电池炉啊 拼命的用电 可以省电 拼命的用电了 电不用钱了嘛 所以通过这一块呢 身材研究之后呢 老百姓的知晓力啊 向往的越来越高 好多自然小区的村民 都跑到村里来 说一下我们这边可不可以装 我说用技能让我们村民呢 省了钱 又可以放心的用电 所以家里的电气呢 增加的越来越多了 家新人节地铃 自古至今 无论达官贵人 还是市井庶民 在家新人看来 文化不是取高和寡的逼格 而是日常生活的需求 是习惯 就像光伏 早已不是高高在上 高深莫测的东西 就是需求 就是习惯 我师父这边 这边就让我认识了 我会认识了 这边就让我认识了 我本身是否预备 非常好 这边就让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